哈嘍大家好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FB 还有YouTube 呃Twitch 好 那我们继续开始优神幻璧路 去拯救我们的小栽主 好 我们先用这个青铜钥匙 诶 没养到吗 嗯 是这支钥匙 没错 好 下水袋 这边有没有敌人啊 看起来他没有 我们搜索一下 骨头 怀刀 瘟医有了 好几把 好 没有 没东西 好大的地窖 这些人在此团备这许多东西 到底有何居心 上回采满回来的东西都放毒了吗 有人来了 都好啦 不过有熊号烟火好像只剩一只 下回得派的人去订制一下才行 这是没办法的事 最近正 正值多数 多数之秋 包装严历我们被看 看到烟火熊号才能开大门 开大门 试 试试 用得快点一点 不管他啦 东西拿了就赶快上去吧 知道啦 该死 这门是从里面锁上的 早是如此 刚才就该直接动手才对 算了 再去找他们所有的熊号烟火看看 OK 所以应该是找到熊号烟火之后 再从正门进去吧 然后刚刚说下面有东西是不是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诶 这边 这边 再过头使用这烟火 或许就有机会 找到机会混进去 看起来 这边是没敌人的 看起来 这边是没敌人的 诶 这边还有一个 偷卖丸 带子有东西 都没看到 哦 这有 太强了 我都没看到 220 像影子根本不需要 OK 可以了 走吧 然后点这个 怎么没有音效 这弟兄们的烟火讯号 快开大门 就是现在 狗狗狗 糟了 你 你们是谁 来人啊 有间隙 我用普通攻击可以干掉他们 轻重 好吧好吧 不客气笑我大哥 这样就拎着我们闯进来了 学妹 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 这地方看起来一路难出 此刻又已经惊动的敌人 我只担心咱们会陷陷于此 哎 都怪我一时兴起 这骂然传入 使他开工莽撞 不担心不担心 有夏侯大哥在 我们一定可以顺利救出灾女 让我让凡事神经妙中的小师叔大吃一惊 哼 修然如此 咱们潜入此地 迪迷我暗 只要小心行事 咱们未必就站下方 说得也是 鸡仔子长安智 反正都进来了 咱们好好把这个地方探眼探走吧 OK 好 先走下面 绩效劳房 哎 古伦德 怎么有一个门啊 有人在睡觉 嗨 看他睡得正好 就被爱上了好梦了 这老闆手的情事 看了没有要钥匙 是打不开的 哎 我来救你了 这里面有人 咦 小兄弟 你们看起来不像是盘烧保重 你们该不会是来救人的吧 这位大哥 我们继续下来这里救人的 这阵子 你可有见到其他人被带来吃地 知道没有 这病人看起来不喜欢关的 我在这里被关了一个多月 从没看过这里有其他人 没在这里 小兄弟 据个所知 此地的宝主莫测高升 不知道涂抹些什么 被他抓来此地的人 多半是一定有他用 我猜你们要找的人 应该也在上面 和我的老师一样 被软禁的某出替他工作 村师被此地宝主软禁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老师原本在西域四处游历 我老师原本在西域四处游历 有天旅行途中被他们的人脱袭 然后莫名其妙都被带到这里 那包子说 只是要我的 老师听他放一些古文书 并与我的性命要挟老师合作 然后老师就被带走了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被关在实地 原来如此 既然大哥一直受这批 这批人所害 我们这次先放你出来如何 嘿 那就再好也不过了 当初 我是一时不慎找他们到 不然我一直自豪的一手快将 他们逃不好那里去 吵死了 是在那里啰啰嗦嗦的 诶 你们是 来人啊 有捷律的坚信 进去 啊 才一个人 ok 舔没钥匙 好 可以放他出来了 这个大哥 你起等着 我这就开门放你出来 哈 被管了这么久 走上可以出展一下筋骨了 谢啦 小兄弟 我叫做古伦德 不是你和这位两个姑娘 如何称呼 古大哥 我叫做夏侯仪 这两位分别是冰里姑娘 以慕容玄机姑娘 古大哥你好 好 那我叫你夏侯兄弟吧 两位姑娘 以后请多指教 好 往各位救我出牢之情 以后咱们就算是兄弟了 你们的事 就是我的事 咱们就去打 打这些盘烧宝仲 人仰马放如何 先等一下 我们刚刚闯进此地 对这里的一切还不清楚 如果古大哥 你对这里有所了解 可能先告诉我们 这个当然 只是我知道了 多到哪里去 这批人之称盘烧宝 盘烧宝大概就是 山中城 子的名字 他们看来虽然 虽然像是沙漠盗贼 其实类似佣兵之处 而且训练有数 足之严密 绝非我以前打过了 薰藏盗贼熟人币 而去我听他们之言 这些都是出自那 神秘保守的统帅友方 看来 他一定是厉害人物 不会错 嗯 看来的确是如此 顺道的一体 这个是我当初 和他们拉拉扯扯式 从某个盘烧宝众 身上摸来的 我看不出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 说不定以后用得到 你就先带着吧 东西古大哥 看来秘密都落在 那个宝主身上 我们连事法找到他才行 光想无意 还是先杀上去看看再说 咱们走吧 没问题 OK 古伦德加入一星 好 我们来装备一下 哇 才12等啊 哇 直接跟他装紫电荆棘 哈哈哈 超猛的 十字锁吧 这里 不是在这里用的 好 我们走右边吧 左右两边应该是一样吧 一千九百 是谁 是我 嗯 轻松 黄金钥匙 反气管 我给这边就左边电梯出来了 好 所以那个把手是放这里的 转了半天之后 还要上几什么发条式的 然后勒 那我怎么上去 OK 再碰这个 这仰尾台座的石板是可以被按动的 不知是什么机关的枢纽 按下这十台之后 像是触动什么机关一般 哦 没看攻略石之道啊 然后勒 哦 有了有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好像直接到四楼 太复杂了吧 好 都下去了 好 先成长 好 先走右边下去 然后 然后 这个门吧 里面有宝 好 这边是剧情 哇 好大一间书房 等等 好像有老者倒在桌上 那是 那是我的老师 葛 葛梅尔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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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紧吧 没事 我只是太累了 那奇怪的伤口文字 实在太难解了 弄得我心里憔悴 咦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应该该在牢里才对啊 老师 是这个几个伙伴 把我从牢里放出来 他们还答应我 帮我救你出去 是不是一遲 咱们快走吧 不行 我花了一个月 日夜创业这些长篇古籍 差一步就能找到楼兰城的下落 我怎么可以救死离去 难道你忘记了 我们可是寻找换成来到这里的 老师 罢了 咱们自己在西域的日子 不会过了逍遥的自在 过去的救世 就别再想求 咱们先离开此地 柔人的事情 尽可以后再查 古人打 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吗 你可是荣耀 赫图之家族的长子啊 自从你父亲 把你头部给我 这个没有的老头以来 我一天都不敢忘记此事 而你竟将此事 以下要自知 莫朔玄奏 幻成罗兰 是我一生的梦想 那传说中 缠在承尼的莫达利 一样 可是你复国中心的 唯一希望 为了把你托付给我 你的父亲 为了不放弃 这梦想的自己 就让平掉这 最后一口气 我也得在这里 查出罗兰 最后的去向 老师 可是你的身体 快了 我就该找到了 根据罗兰以免的记者 罗兰诚 看似毁于一场突起 而来的天地一变 但 那只是假象而已 那时 乌侯双死 为了不让敌人 侵入罗兰诚 并以强力的咒术 将它一分为二 封出于无论人籍的天地两端 离带来日可乘之际 这段话 是当时罗兰公主 的侍女所留 在汗之下十分荒谬 但也却合情合理 只漏然在汗出湮灭以来 幻成之说 会在此地延续前年不绝 必是其来有之 老师 续续一段没来由的记者 未必可以为信 不 那是你所描述的 一来一女双死 心漏不断机外生动 更和保主手持的一片遗迹壁花 一模一样 我想 无论他们是何方神圣 当时殷尸却又欺人 特别是那女死的心相 很是特别 据说她 竖法如铺 雪浮鸿猛 较颜冰诺 偏知巧境 尝试不离祭祀左右 将龙帽的女子 在当时的夕运 当不多见啊 咦 你 你怎么了 不 我只是觉得 老师刚才那段描述 合设的一位姑娘 有点像 谁 在哪里 白 白发红桶 像的我般美 美貌的女子 是你吗 在 这千年前和祭司互用 一起来到罗兰城的 罗猴神的箭矢 罗猴的 箭矢 哈哈哈哈 真的是你 一轮车 罗 保祖说的 果然没错 罗兰城和罗猴神的传说 都是真的 我竟然有幸见到千年前活到现在的蓝 你曾经在罗兰城 很 很 呃 老师 老师 前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看来 看来我在这里的一切 全都是白费地气啦 不过 我却很高兴 既然见死他 和你们在一起 找到罗兰城 还成什么问题 老师 你别再说了 人在是看到我花了一生寻找的东西 我这辈子 已经心满意足了 接下来的 就交给你了 你要代替我 前一眼看到那传说中的幻成 还有那据说 注意毁天灭地的力量 我知道你能的 老师 你振作点 还有 从而打电的密道 一楼打 贴 柱子上的药石口 以及地下老 方的那 关 套 老师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啊 你们是 都是因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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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 好老實的命啊 古大哥 是因為我的緣故嗎? 不 不是你的錯 老師 把畢社心理都用於懸找羅蘭的下落 想必是他滿心辭職 所以把什麼都看成跟羅蘭有關的 對 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的 畢林姑娘 你別介意 古大哥 我雖然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至少尊師 是含笑而是的 所以 你不要太難過 是啊 正對不起 那你們擔心呢 咱們還可以倒出那個 一輪折肉包組 救出你們要找的人 然後 我還有一些話想問問他 各位 咱們走吧 嗯 嗯 破金服 沒東西了 他剛有說到 古倫德是某一個國家的遺孤之類的 要復興 他們的國家嗎 要借助羅蘭城的力量 大意是這樣子 就跟那個天地 那個 缺乏劍的天之人很像啊 沈浸醜 的師父一樣啊 要借助那個 滅雀之陣嗎 還什麼的 OK 沒東西了 老師 安息吧 這邊有筆台 筆台應該是存檔用的 對 存檔用的 好 下方出口 這裡嗎 居然彈死了會不會贏 啊不辣 不辣 這樣嗎 好這樣子喔 喔 走到這裡 糟了 是他們 給我放箭 危險 可惡 嘿 這裡就是你們戰勝之典 給我殺 喔 你剛剛說樓上是指這裡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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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子 好 可恨 可恨 那不是此刻有需要弟兄外出辦事 請人當你們 斷鐵鑰匙 沒找到 不急不急 反正我小師叔 遲早會帶群好錢來 也不急在這 一時三刻 叫我大哥 我們慢慢找便是 看起來是武器房 對不對 鋼鐵鑰匙 這些都 已經對我來說不重要了 我已經拿到很好的防具了 練出很好的防具 好 才一個喔 爛死了 這吧 然後用 十字把手 轉 然後可以乘坐電梯到三樓 那我們再走 一路走到地下逃房 我們現在回到地下逃房 牆壁上 這奇異的拉環 莫非是鼓 鼓熊老師在臨終前 告訴我們的 所有拉環內的機關 好像啟動了哪裡的 什麼機關 是這個這裡嗎 OK好打開了 然後我們就用 這個 斷鐵鑰匙 應該不用吧 應該不需要 OK這邊登頂 我裝備那麼硬 應該可以吧 如果不行再說啦 我覺得是可以 頂樓 這瘋火台位在盤燒寶最高處 不獨四周的視野絕佳 藍煙傳訊的效果想必很不錯 喔 現在暫時不會 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OK 這邊就是大殿了嗎 這邊就是大殿了吧 是公主大人 躺上小床上的人 一定是他 一人這座寶主 你把詐欺怎麼了 哼哼 別緊張 只要讓他吃了一點蒙漢料 免得他鬧起來天窯地窯 不礙事 阿爾泰巴 當初在營地幫你打的大位 就是這些人 是的 都怪是無下無人 不但戰敗逃回寶寧 還嬰兒引提露室 真的是罪該萬事 還請寶主降罪 你們不用自責 這些人能夠來到此地 自備尋常自備 看來今日可以好好活動經過了 一輪這座寶主 今日前來打擾不會別的 我們是從血弓之托 前來迎接災女 請你將還給我們 否則 我們只好得罪了 沒想到叮叮大名的神雀弓 竟然怕一個後身小鬼來要人 正是聞所未聞 既然如此 我倒想看你有多大人耐 修得上他 好身手 等等 你 莫非 莫非你是 喂 你怎麼可以按鍵傷呢 有種的嚇了絕對勝負 有趣 有趣 沒想到會有這種事 我改變主意了 小子 伊倫哲羅 這是我的假命 我的本名叫黃埔森 你叫什麼名字 我想這黃埔寶主 這叫夏侯儀 請多指教 夏侯儀 好 記住你了 夏侯儀 我會談個交易 夏侯儀可以毫髮無尊還給你 但你先給過我這一關 只要你打擾我 你就可以把詹儀帶走 但若你敗了 你一伙的性命 就都可以留在這裡 如何 我的奶子救了 本就不惜一戰 這樣黃埔寶主 有這雅信 我奉陪就是 好 好 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嚇唬小子 怎麼上 遵命 應該不會很難吧 我等級都這樣子 輕鬆 輕鬆 呵呵呵呵 好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黃埔寶主的招式有什麼 不要說不給你機會 快點啊 好 再放個招式 還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停手 怎麼到 invoiceًod 小侯儀 你們可以把章儀帶走了 阿爾泰吧 負責送客 遵命 寒虎寶主 我們應該還沒分出勝負 為何 不用疑了 我只想試試你們而已 竟然你們都已經出現了 古倫的佔領也沒用 多謝寶主 嚇我兄弟 你們的事已了 接下來就是我的事了 阿 華浦寶主 你無怨無故 將我和老師抓在此地 我被囚禁那些日子也就算了 但老師卻因為替你解讀古書的去世 我可要向你彈回這個公道 古倫的 尊師壽事 我也覺得十分遺憾 那麼我原是要借重尊師的博士 自然不可虧待他 這段日子裡 除了不許他進出吃飽之外 隱吃起去等等 莫不已上兵之禮帶子 難道這樣也算是壞了他的命 話誰如此 老師是承免你所說起的點擊 不分日夜的鑽研 才會由盡燈窟而死的 荒物寶主 你敢做這也沒關係 自然和與我的關係 兩個尊師畢生最新古史 得人如此在群書中逝去 這也因此他所樂為之事 再者 就算這要論斷是非 算是我隨便以猜 尊師其實看到某物之後 一直過度驚醒 引動心際血泳而死的 對吧 你..你怎麼會知道 這不難猜 尊師和我皆知羅火雙死之事 你們看看我背後 古壁畫殘跡就會明白 這件千年前的柔南城遺物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帶回來的 那..那是..那是禍用 有..有這種事 來..難道他 蛤.. 冰尼姑娘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叫我冰尼就好 你一直都是那樣叫我的 嗯..嗯 那我寶主 我們就把張椅帶走了 我去抱他 啊..多謝你..冰尼姑娘 請請導主 終於有股大怕群好 連同神雀東門等 正為..去本寶.. 門前喧囂誇張 正應是否強攻入寶石椅 該這樣如何 還請寶主下令 啊..是小叔叔帶人回來了 哼..老人唯一 偏到這種時候來反 阿爾太豹 你受下火衛他們疫情出堡後 立刻將大門緊閉 在各窗口不攻奴守守衛 誰敢試圖強控 就立刻送他上西田 不用客氣 是 主位.. 事不受強 只好先行你吧 明明都剩其他之斷 古羅恩德 若你尊師之使人不釋懷 可改天再來此 找我算帳 我黃埔聖 絕不未必 黃埔寶主 我佩服你為人英豪磊落 老是去世 也不能全算是你的錯 我古羅恩德不是不講道理的人 這件事 咱們就此結果吧 好 算我欠你一份人情 隨時的遺體 我會讓你好好後葬的 另外 夏侯儀 看著咱們緣分匪淺 來得必有再會之時 屆時會再告訴你 一點事情 主幹包主盛情 讓我再下告辭了 阿爾太豹 送客 周師兄 牧龍關主 敵在前後 咱們五派隨其作法武術 等軍不按 軍兵工程之道 他若曹帥行事 我方則損必重 我以為咱們先 淨慣其變 見其行事 反為上色 嗯 公正松說的是 嘿 咱們五大派前來西域 聲勢是如此浩打 如今不會來到一處小小的山賊窟前 就開始觀望畏縮 果主前 人家可是在裡面看著的 忠遠五外的面子 只怕也被我們給丟光了 話可不能這麼說 對頭雖然只是小山賊 卻能鼎鼎大名的 神雀公佔領的榜來 神雀公的姑娘們 是沒見過四面 但他們可也不簡單了 嘿 到底簡不簡單 咱們來試試看辨識 在座諸位 想必都明白 咱們撈屍動作趕到這 何不是為了來看風景的 怕死 就先回梁州也無妨 忠遠五派到底何派為尊 或許馬上都可以知曉 慕容光主啊 我們不該公孫師兄 除此向來謹慎 但 神武寬 該不會也繼續歸縮在此吧 這無此事 慕容貞天長五派聯軍盟主之職 神武官一門 自來身負先鋒之責 繼續盜賊之火 何處在聚哉 歐隆光主 莫要情義為人言所寄 你身為五派盟主 為我定徹 全者非巧 此事還請你再三思 嘿 公孫兄 你的意思是說 諸公姆和周修 居心頗測 以殘岩 激獲盟主 諸公孫兄 公孫景不曾出口 口出此言 此事提醒慕容光主 咱們此刻身處抑鬱 凡事須得慎重為先 夠了 座長們 座長們 這是我們叫家務室 神缺功 可眠親你們來 你們願望看空道分身幫個忙 在這裡幫我們撂身便殼 嘿 沒有我們幫忙 你們這些沒建工生命的娘們 能成什麼事 如果不是如此 身為你們一公之尊的殘女 怎麼會給人滷了去 你 公主 小虎公子 你這個把公主救出來了 張女被此地保主向來給謀漢藥 一直沉睡不醒 但我想應該無礙 四位姐姐 還好不覆你們所望 宅女 救死奉還 小虎公子 魔女救回公主大人 勢必真感恩德 將來無任何猜遣 勢必願盡綿薄之力 請少侠不奮力 不另吩咐 所以姐姐不用可行 我只是完成封姐姐交代的事而已 只是寄了 咱們最回兩周休息吧 等等小子 我們可沒說你可以走了 是啊 你們居然若無其事從裡面出來 也認知你們不是和他們一活的 咱們可不做傻子 先把話說清楚了再走 兩位前輩 我們可是花了一番功夫 才勸服寶主將詹女交還 如今 詹女 已平安獲救 此間經過如何 我想便不甘兩位的事了 好小子 至於空頭兩塊掌門 再次語音講話 你竟敢如此回嘴 呦 周休 這小子全部把我們看在眼裡 想必是有那個什麼寶主 在他背後撐腰之骨 想是這小子串通外敵 演著一介一環的戲碼 想拿宰女對神雀宮做人情 唉 真是居心叵測啊 周休 你說 這卻該如何是好 那還用說 將他們一等都拿下 逼問出入寶字法 然後進去把裡面的傢伙一網打盡 把他們圍住 哼 面子刮不住了 就想動手嗎 座長門助長 下午公子乃是本宮的恩人 你們又是對他動手 那就是不把神雀宮看在眼裡了 哼 此刻詹女昏迷不醒 你們勢必能做過療主嗎 這批人我們是拿定了 你們有什麼話要說 等詹女醒了再說 此時此刻 你們給我站到旁邊看便是 否則 修改我周從不顧同道之宜 你 你這人適不想你 簽羅 此刻咱們斯坦力不顧 先別和他們鬧翻 你和我一起快馬送公主 回兩座 順便召集中姐妹來幫忙 二妹三妹 你們先開始看顧著 我們會盡快趕回來 嘿嘿嘿 早上有娘們比較懂事 可惜你回來S也已經遲了 簽羅 我們走 你和蘇柏 你們實在太過分了 分明就是你們想入寶料奪 所以亂變罪名 加在下火大哥身上 還有借口拿人逼供 你們這幫行進 可是奇數長輩之風 賢妹 不用說了 這批人貪欲熏熏 說什麼也沒用的 我們行是無愧天地 隨便他們胡說些什麼 我可沒怕了他們 好個伶雅意思的小妞兒 誒 這不是慕容關主的千金嗎 慕容關主啊 小女孩兒家沒見過世面 容易給人拐騙 你得好好管教一下 否則不但對神無關的名聲 好也有損咱們五派間的情意 娘 你替小五大哥說說話 他不但救了我 還進行萬國床進這堡裡 救了公主大人 你知道他不是壞人的 好可怕 玄兒 你到娘這邊來 你知道我們五派有接夢之意 娘 不能相助外人 最多 最多只能兩步相幫 娘 連你 連你都如此不費四分 算 我和小哥 小哥大哥一起拼到底 最多不會一死罷了 玄兒 你 你聽娘說 莫蘭光主啊 你對另一千金也太過交重了些 既然如此 就讓周末帶回管教管教吧 小子 我勸你還是束手就擒吧 省得受這些疲漏之苦 哼 今天我真是大開眼界 見識到我中原巡航的嘴臉 如果能過了今日這一關 定會把你們的妹妹傳遍天下 好叫大家知道中原五派 是怎麼以強一弱 怎麼一鬥七少 當身是英雄豪傑 此事無雙啊 嘿 等你過了這一段再說吧 給我上